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购物分享 主要是想和你们分享 我在美国亚马逊经常会买些什么 那大部分呢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东西 马上开始吧 首先是你们看到的这个产品 它就是这个盒子 然后上面有牌子 那这个是一个香薰加湿器 其实在国内的小朋友可以买到很多种牌子 然后我这边呢就在亚马逊买了一个 你可以往里面加水 还有你喜欢的一些精油 然后之后呢它会有各种颜色的亮灯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买了一个75印良品也有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是买了Mira的这个药 它是能够比较好的控油制豆 我之前在微博上抛了一张 我最近已经吃完了一瓶 那它两瓶是一个周期 这一瓶应该能吃一个月 它是有120票 但是这个要求每天吃四颗 就是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吃得还挺快的 那这个我上一瓶是在斯福拉买的 我觉得还挺贵的 好像是42块钱吧 还是45块钱 然后这个呢我看它发货也是Mira的 就是自己发货的 然后我觉得就非常值得认可 然后就买了一瓶 这个最近在打折 应该是不到30美元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30刀吧 最后 好 然后这个我买了两瓶 已经又打开吃了 好 再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大罐的 这个是Forever New的一个 可以清洗内衣内裤的清洗剂 那它的成分非常有机 也不会说去伤害到你的手 你放三到五分钟 轻轻揉搓就可以了 然后没有用过 好像这个在美国这边还挺流行的 然后就买了一瓶 再接下来又是一个大连牌 这个是女性四处的清洗液 给大家定格看一下 然后这个牌子呢有很多种颜色 有粉色的 还有紫颜色的 我买的是最普通的这种 Naturally Normal 这款 然后它是三连牌的 价格非常实惠 最近呢我本来是想在 Look Fantastic家买卡诗的护发产品 然后前一阵下了一单 然后付款的时候 他说那个地址不能邮寄美国 当时好像是打八折吧 还是再打一个额外的九折 反正很合适 但是我付不过去款 然后就在亚马逊买了 然后亚马逊最近也有活动 就买了一套 那这个好像一个是 深层清理头皮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 想试一下 然后清洁头皮能力 听说还不错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护发油 这个还挺贵的 这个好像是65刀 税钱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黑鱼子普通的一个洗发水 然后想试一下 护发素我没有买 还有那个护发的发膜 我觉得有些贵 就想说用家里的其他产品吧 好 再接下来是这个牌子 也是美国这边非常有名的 它是用来除一些污渍 或者是你果汁啊 什么一些油啊 浸到了一些衣服上 或者粘到上面 你可以用它来清洗 据说清洗的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这一瓶也挺便宜的 我想买来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再告诉你们 接下来是两个药 然后这个药其实在美国还挺有名的 我之前呢 回国的时候 给我妈妈带过去年的时候 她觉得吃起来还可以 然后最近呢 又有打折 我就随便买了两罐 然后看看有没有 就是朋友回去 可以帮我带回去 给妈妈买的 再接下来是这个牌子 这个是美国亚马逊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维C的精华吧 这个其实还挺便宜的 但是我看很多YouTube上达人有推荐 然后说想买来试一下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国内小朋友肯定可以代购得到 也不陌生了 然后我觉得就试一下咯 好 再接下来是一个大东西 是这个 那这个呢 是可以用来除皱的东西 你可以加上一些水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吧 直接喷到衣服上 它是可以把衣服 有一些皱的地方 比如说衬衫啊 或者是T恤 然后你再把它轻轻的蹬一下 用这个开开以后 轻微的加热一下 应该就很容易干 就是除皱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懒得用熨斗的时候吧 就想买 买一个这个简单一些的尝试一下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是直接喷到衣服上 也是可以让衣服 有曲皱的效果 然后这两个也可以搭配来使用的 这个小机器呢 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小 很方便 然后你可以插着电源 不需要像运斗一样 还要摆上那个运斗的小桌子啊 什么的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在亚马逊买的一些东西 希望给你们做一定的参考吧 如果有海淘的朋友 就可以看一下了 然后接下来再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买货网买的东西吧 我最近呢 在买货前一段买了三个 SK2的这个面膜 就是他们家的青春敷面膜 那这里 每个里面是有六片 我买了十八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状态很好的话 你用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但如果你有长闭口 或者说皮肤不稳定的时候 你用它就能看出效果了 所以我最近有囤货 就想说和你们分享一下 顺便还买了一个 SK2家的轻盈露 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 我不想用神仙水了 然后想换一个试一下嘛 然后就买了他们家的这个轻盈露 看看做二次清洁的效果 有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价格会便宜一些 这个好像是我买了五次吧 一个送的礼品 它这一单是满多少钱 就能送 成野医生的这个收毛孔的水 这个是最小支的 但是我觉得能免费送也很合适了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听说效果不错 如果做完清洁面膜 用来敷脸或者擦拭 收毛孔的效果相当棒 然后正好就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这一单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然后买了一个化妆棉 二分之一化妆棉 这个我最近是用它来 蘸清洁水去擦全脸 我觉得很好 然后很生水 这次还买了几个隐形 都是日泡的 就随便买嘛 有的时候周末我会戴隐形 还有就是偶尔拍视频 就这两个牌子 我买的都是用棕颜色的 一般我戴隐形的时间 出门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如果时间很长 全天那种我还是会戴眼镜 所以我对它是否特别的保湿 也不是很在乎 然后它上面写的 好像都是42%的一个保水度吧 这个含水量是38%含水量 我觉得大家还是买42的 戴着舒服一些 然后再买货呢 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面膜好像很有名 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 这回只买了一片 因为它单价好像是20多块钱吧 想试一下 还有就是木鸡家的一个起泡网 就又囤了一个 随时来用 好了 这些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吧 也提前祝你们圣诞节快乐啦 那圣诞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出去玩 有机会给你们录一些vlog 好了 那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